泰拳的这种音乐 泰拳手的这个吸法实际上是丰富多彩的 其实中国拳手掌握的常常是正面的吸法 比较常规 他们其实侧面各种在各种状态下都可以发力 对而且他体系的这种角度 如果是如果是研究的比较深的 他们在泰国也很流派 比如说这个拳管他们是主攻吸法 另外一个拳口主攻 位置然后发力 对 他们就是总能找到那个空档 找到那个空档 毕竟他能发出力来 对 一边人的话很难这么近距离去发力 对 又是一期 我觉得近距离拳在吸法当中还很战约似的 刚才迪伦好像是有一种 你看很重的推法 互相来一个 迪伦很有个性啊 对很有个性 其实近些年 波球很少运用他在成名的时候这种腿法了 技术相对更完整一些 波球的后腿吸法频频得手啊 啊又是一息 好 好 在赛场的时候又接了一个腿 又是健身的吸法 你看刚才的走法 对 运的进攻 这两个人确实是把派拳的方法完全打出来了 今天波球好像计定的记战术好像是吸法比较多 一周 一周 这一周 比较合适 这个有点MMA的动作了 但是这个不是中后格斗所以双方都会起来 论不是特别好打 对 一个人他保持距离 这个他用这个波球会用腿法 很明显 那他的腿更硬 对啊一周砸过去没啥到 啥这个刚才那个嘴砸到基本的趴下了 然后这个反动手这个横打中了 对 打中了 扫踢 好 也想转身回一个 运的最后的一分钟 好 还一个这是气势 跳到眼下 对 好 这个我看了 这个很像这个中国的二踢脚 对 运轮也很兴奋 小宝一段 对 大姐该真的踢到了 对 好 比赛结束 确实也不容易 我看 我记得扫腿 教科书般的扫腿啊 and this world champion title fight the winner by 比赛结果 古宝一 的 赛结果 的 赛结果 的 中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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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